Hello 大家好 我是米勒秀 我今天來跟大家推薦了一部蠻有趣的電影 叫做《曲曲環世界》 騎是那個...就是騎車的騎 去是去為著去 然後環世界當然就是環遊世界的意思 那這個騎的意思啊 就是這個男主角 叫做丹尼爾林志 跟他的太太啊 他們因為就是環遊世界的關係然後認識 那他們兩個就決定啊 就是用三年的時間 用這個重型機車 BMW的重型機車 環遊世界 那你可以看到啊 他們從一開始的時候啊 就是男主角並不認識這個主角 所以就從這個地方開始 然後他們兩個花了三年時間 那一開始其實 他們的玩法也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他並不是有計畫性的 然後先從他們就是那個北美的地方開始玩 然後後來經過了阿根廷 然後後來決定就是要去 這個非洲的地方玩 然後你可以看到整個過程啊 其實我覺得最有趣的是什麼 就是 這個男主角他們必須啊 常常就是要修理那個 就是遇到一些比較 環境比較差的地方 他們可能就是會有一些摔倒什麼 尤其是 他的太太也還比較瘦小 然後他們騎的這個重型機車 是相當的大的 就是那種幾千17MV這樣 所以他必須 騎著騎著就會遇到一些 比如說迷命的地方啊 或是火啊 然後出一些 各樣一些比較 環境比較特殊的地方 然後就會 看當中阿哥又下雪 就是可能會跌倒或什麼 然後 過程當中 就是 我覺得男主角啊 應該 我就開玩笑 他說他最後應該可以開一個那個 就是修車 修理機車 修理機車的機車行 因為 他也因為這個 自己修理 然後有時候 甚至於說因為沒有材料 然後必須要用一些替代品 可能在非洲的地方 他就要跟 當地那邊買一些 比如說油啊 或是零件啊 然後才能夠 繼續他的行程 然後我就覺得很有趣啊 就是說 他因為這個關係 然後也把自己的這種修車技巧 也練得非常非常好 那再來就是他們吃的食物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們呢 會 會 甚至於說 有拿那個 什麼糖果啊 去賄賂那個 非洲的那個警察 那邊真的蠻好笑的 然後 當然中間會有一些 很多的那些 美麗的風景 跟一些很奇怪的一些 動植物啊 什麼的 那我覺得 在這個疫情期間 大家都不能出國 然後 我覺得看這個電影啊 就是可以剛好 補足大家的那個遺憾 就是 等於看著這個電影 然後 也跟著 在這三年當中啊 環遊了整個 他所經過的地方 然後 你可以看到 其實 我常常在講 就是說 像我出國也是一樣 就是有時候玩玩玩 玩到後面啊 會覺得 好想趕快回家 這樣子 那這個主角 他們也有這樣的狀況 不過 其實真的好玩的 都是在 整個活動 整個旅遊結束之後 當你回味期 那個過程的時候 其實 那些點點滴滴 才更是值得回味 那你可以看到 他們拍攝的那個 整個過程裡面啊 他用到很多 像是GoPro 然後無人機啊 然後 他們有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然後就是 怎樣去拍攝 然後把它剪接成一個 一個 三年來的這些素材 然後 然後變成濃縮在一個 將近快兩個小時的 這個影片裡面 我覺得也是相當 浩大的一個工程 然後我覺得 最值得 講的就是 他在過程當中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幫忙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就是 就算你要成就一個 環球世界這樣的壯舉 其實也是需要 很多人的協助 那從這裡面當中啊 你可以體會到 蠻多東西的 我覺得 這個片子 對 他們夫婦兩個來講 當然是最有意義的 可是 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是用一個 旁觀者的走路 跟著他們去歷險 跟著他們去遊玩 那我覺得 真的是 過過乾營也不錯啦 呵呵呵 好 那我就推薦 這部影片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到大西院去看一下 那種 裡面的那些風景 真的是 很多地方 真的是我們 前所未見的 一些 像我很愛看那個 Discovery 跟 動物啊 動物 星球頻道 可是裡面還是有很多的 那些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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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看 掰掰 還是 看到人 裡面 有些兒子 的 就會 發動 甚麼 真的 是